只有用到几个物件 IE物件 这里可能会用到比较多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会有一支set set后面这个就是一个物件名称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后面是说把你要的 像这个是DL 把它载到IE物件里面 才可以变成一个实体 在记忆体里面才可以Run 那他里面有方法 就是执行到某个网页 能不能看到 有没有准备好 再来就是把它载入之后的话 接下来利用他这个还蛮重要 Document 植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 by TagName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在TagID 不过我常用 我觉得用TagName就还蛮好用 TagName指的是他的标签名称 找到你那个网页里面的 Table名称的第几个 那从0开始 所以你可能还要学会什么 利用那个有没有 切到F 这个这个切到什么 切到你的要找到网页 F F12切过来 按F12就是切那个你左边这边 F12 然后按Ctrl F 寻找你的Table的数量 所以这边可能你还要学会什么 Ctrl F就寻找 寻找的时候他会出现总共几个 目前的几个 你还要知道什么 去往下找哪一个才是你的 这边会出现你现在找到的第七个 这个方法你可能要熟练 那未来呢 还有其他方法 不过慢慢你可能要学会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开发工具 还蛮重要的 从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就是网路上那一些线索 你有这些线索 你就可以抓到 你想抓的资料 那也绝对不会有问题 OK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 那所以刚刚的程式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先只有把什么呢 把里面的Table抓过来 丢到一个Table 这个名称也是我们自己取的 set这个Table的物件 然后呢再利用Table 这个Table现在就是一个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 我还要想找 它底下一层的TR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 所以我再把这里面的TR 一个一个抓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抓出来的结果 在那个我们的 这个Excel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它这个就是一列 放一个储存格 一列放一个储存格 那可是里面还有很多啊 你怎么没有帮我切开来啊 切开来 因为如果你要再把它切开来 你要再付出代价 对不对 你要怎么 再用那个TR的那个物件 点什么 get什么呢 get它的那个element 它的元素里面的TagName 是TD的 然后再把那个TD呢 抓到TD的物件里面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啦 只是程式该如何写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办法 不过我已经写好了 后面有个抓TD的版本 它其实只是在下面多了四 有没有这边有注解 而且我已经帮各位整理好了 所以因为没办法细讲 而且如果要细部讲的话 太花时间了 你们干脆就是自己 我先讲过 你们之后呢 再花一点时间揣摩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里面的东西 去先抓一列之后 然后呢 再到这一列里面呢 去抓到里面的TD 因为可能很多的TD啊 你怎么知道有很多TD 我刚刚讲过 你还是要慢慢熟悉这个 因为我抓到的这个Table Table里面不是个TR TR里面的话有TD TD指的 这个后面不用看了 看开头这个就对了 TD 它有TD开头 也会有个TD结束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头一个尾 那我们的资料的话 基本上 那比如说我要抓什么 这个日期的话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按右键 你可以有个检查 它在哪里呢 它在这里 所以它的资料在这里 它一定在TD里面 可是TD外面有很多东西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看那些东西 我们只要看这个标签 它叫TagName 那我只要看TagName 那我要把这个TagName里面的东西 帮我抓到我的Excel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 我就直接用 什么呢 Get Element里面的ByTagName 是TD的 帮我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那一样的方法 我前面有个I的嘛 所以我再用J好了 J等于0 到抓到的 因为抓到里面可能有四个 第一个一定是0 所以先把第0格 那个格子里面的东西 帮我抓出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为什么要加1 因为Sales是从1开始 那我现在的那个 我们放在里面是从0开始 所以如果没有加1 那个顺序会错掉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不过你以后可以拿这当饭本 这饭本我也想很久 因为我程式也卡在这里 卡蛮久的 因为我忘了加1 后来加了1之后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跑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执行 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些全部再把它直接执行 它一样会把IE 当然你最后那一行 可以把它注解掉 有没有发现 我就把这一栏这一栏 通通把它分开来了 它里面有四个TD 那我就0、1、2、3 然后分别一个一个放进来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就是说你可能要 再稍微把程式看一下 那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写法 这边一种写法 另外因为这个有两个for 看起来我会担心同学可能看不懂 后来我想说写for each for each就一个for而已 就是意思说把 那个TR里面的所有元素抓出来就好了 我不用什么哪一个在哪一个 所以基本上这边请供各位参考 你可以把这里面 直接把TR里面底下的子元素抓出来 然后直接执行 这个应该也是OK的 直接也是 它一样把里面东西一个个抓出来之后 放在这边来 结果是一模一样 给各位参考 两种写法 两种写法都是OK的 那做完之后的话 那做完之后的话 这种写法的西方 那么现在才稳妒 这种写法